李董好理聯盟今天公佈一項網路調查 說適合遇到人 替法的人 大半以後會很會處理人質關係 他也會有政府 就要提供資訊給家長 在今天沒辦法受控制時 可以用什麼替法以外的方式來關卡 今天 根據李董好理聯盟調查 這幾年不同替法的通報 事件是越來越多 而且有百分之八三的十八歲以上民眾 也讓人替法過 到現在現時 小時候替法的病毒越高 越會影響到大半以後的人質關係發展 比如說他們從小的經驗 覺得爸爸媽媽應該是最值得信任 最愛他們的 但是他們的經驗如果是相反的 比如說爸媽常常的體罰他 辱罵他 他就會懷疑自己 或者自我價值感會比較低 所以延伸到往後的交友 或人際的關係 他也會用這樣的價值觀 但是覺得不容易信任別人 也不容易跟人家建立親密的關係 不過很多家長 常常是讓必要無路 可以走這麼適用替法 針對這點聯盟人為 政府需要提供 庫定頂頂幫助 讓家長在小孩沒受控的時候 知道可以怎麼面對 一直跟你反抗 沒有什麼原因就一直對你反抗 你就會忍不住的想要處罰他 或者是你會很凶的叫他罰站 每一位爸爸媽媽都應該在 就是育兒的初期得到政府的支持跟幫忙 比如說可能很多的衛教 剛剛談的副食品味得不順 那到底我有哪裡可以詢問 人民發起 親自關系的工作活動 高雷家長 平常是可以 跟小孩每一次的活動當中 紀錄是發起要是衝突 方便以後 檢討關卡的方式 檢照替發的機會 記者公開電話隨意大法報道